今天我們早上上午10點是要來台北市政府勞工去做勞資爭議 就是有關我們的罷工的流程 因為政府財政部一味的要點名公公併 現在是兩家一個是趙峰一個是低銀行做種子部隊去做那個 那我們低銀行評估出來的是要跟第一順位是要跟華南金控合併 第二順位是跟合庫第三順位是跟彰化銀行 那如果這樣走下去的話很快 我們第一我們比較擔心的是政府這麼倉促的做這些公共併的動作 沒有中效的評估出來我們看不到說一加一會不會等於二 因為我們銀行員我們在金融界已經三十節了 我們認為一加一是小於二不會等於二也不會大於二 所以這塊餅會越做越小 然後第二我們如果跟華南金控合併的話 勢必才延二分之一 然後華南金控的董事長林明成本身他也不願意合併 只是我們的董事長蔡慶蓮老是要吃人家豆腐 一直要跟人家合併 這是一廂情宴的就在市場上講過就是所謂的惡意並購 那第三點我比較擔心的就是除了沒有看到中效也沒有 然後也擔心的就是合併以後裁員 第三點我比較擔心的是那個入資就是中資會進來 如果中因為我們現在湖茂協定雖然還沒通過 可是政府已經把這個門檻你降低公司法百分之一 他就可以提名董事 然後董事就可以參與 如果入足就可以參與經營前的那個 那個角逐經營前 百分之一對入資來講是非常容易的 而且政府胡茂協定也開放入資可以握有我們銀行百分之二十五趴 那以低銀行目前只有二十三趴證明 財政部是十四趴 那台灣銀行九趴二十三趴的話 他還可以主導低銀行的經營前 如果相對的中資進來的話 他如果握有二十五趴經營前又被他拿走的話 那是不是相對的台灣的所有的航庫的那個那個全民資產 很容易被入資所操控 大概我們公會比較擔心的就是這三點 抗衛全民資產 抗衛全民資產 拒絕資本統戰 抗衛全民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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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衛全民資產